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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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個禮拜 可以說進入了 民主故事的論述 其中呢 我們舉了一個 我當年 有一個發現 就是 西施這個人物 他呢 事實上 主是一個怎麼樣 一眼之人 是一眼之人 我們接著來說 像這樣的一個 發端 研究 而成為一門新的學問的立場 第二 我們也舉過 像梅菲 也是眼之人 也寫過了 貓蟬 也是影子人 也就是說 我們對一件事情 的論證 孤正 站得住嗎 孤正 不適合 很穩 可是呢 如果有幾個證據的話 就像 頂族一樣 那個頂就站得住 所以啊 如果要論述 讓人家心口 起碼三個堅持 堅實的立正 就 可以呢 把一個假說 都知道 物理學 對不對啊 物理學 都是先一個假說 然後得到了 證明 就成為定律 對不對 可以定律 霍金這樣的一個人 為什麼一直都要諾貝爾講的 因為他一直只是一個假說 跟宇宙的 衍生 有沒有辦法證明啊 我看 再繼續啊 幾千一百年以後的人類 恐怕也很難證實 因為人太小了 宇宙太大 所以好些啊 只能夠這個 假說 就像上帝永遠證實不了 對不對 誰看過上帝啊 可是許多人心中就有上帝 你要說他不存在嗎 類似這樣 我們再舉一個 這個立正呢 更影響這個大 那就是 站在關公旁邊有兩個人畫像 一個捧著印的 是白臉的 是白臉的 捧著印的這個人 我們叫怎麼樣 官品 意思是關公的乾兒子 左邊這個是誰啊 周昌 周昌這個人 那民間的傳說 是很有趣的 我綜合起來 你說周昌原來是個三大王 他呢 腳上有毛 所以啊 他可以 飛眼左臂 可以從 這個地坎裡邊 一跃就上來 那 關公呢 路過他的這個 三下 他要下來搶劫 關公 關公一看 哎呦 這是一眼 五將啊 是 就非常的珍惜他 覺得呢 不要和他 鬥力 應當以智取 所以要說服他 關公說 我們就好啦 我們來鬥智不鬥力 他好啊 他粗獷的人 當作 關公就說 我們把這個稻草 扔過那個江那邊 水扔得過去 水就贏 佐藏啊 這太簡單 我一根這個什麼 這個柱子 我都可以扔過 何況稻草 他就抽了幾根稻草 往江邊一丟 各位 鳳舊把他怎麼樣 摧毀了 關公說 你看 你一定摸過去 我讓你吧 你出來跟稻草 我整捆稻草 拿起來 一甩 就甩過去了 這個這個這個 就這樣一件事不算 然後他好了 他筆地要欠 關公一看 地上好像螞蟻爬來爬去 他說 我們來把這螞蟻打死 我先讓你刪去 這口座章 就這麼大 就一隻螞蟻也沒打死 關公說 好 看看我的 手指頭 這麼一晃 馬上你都死掉了 還有道福他 說還是你有智慧 有智慧 那這種人呢 就拜在關公手下 坐他的馬前主啊 等於四位這樣子 非常的這個 忠心 可是關公對他呢 總有疑慮 總有疑慮 覺得啊 說啊 像這樣一個人 如果有一天訪叛 你看 他蹦一下就 就跳得那麼遠 量那麼高 我怎麼能制服了他 哦 原來他 腳板上有毛 你看 我們人會不會在腳板上長毛 但桌倉就 他就說 好 我來制服你 就等著桌倉睡覺的時候 關公拿他的剃刀 就拖剃他的腳毛 可是才靠近他 就 就桌倉馬上醒過來之後 主公 什麼事 沒事 沒事 我說你不睡著了 哎呀 我睡覺和別人不一樣 我閉著眼睛 就是沒事 我瞪著眼睛大大的 就是睡 關公說 好 你瞪著眼睛大大的 有一次就等他 瞪著眼睛大大的時候 好好把他腳毛 就踢啊 那一次周昌映 是在樓上睡 結果呢 他每一次上樓下 都爬樓梯的 都崩就上去崩就下來了 結果呢 他睡醒了要下來 崩一下甩來 一叫 哎唷 我的腳毛呢 被踢掉了 據說啊 據說啊 後來 這個東武啊 去打荊桌 用半馬繩 把這個什麼 關公啊 這樣 甩漏下來 就周昌的腳毛啊 就周昌的腳毛啊 沒有了 不能從那個 獻馬繩那邊 飛躍上來 所以就被俘虜了 所以關公是自作自受 各位 這是民間 民間流傳的這個故事 周昌在民間也有他的事 都是有趣的故事 可是周昌這個人 卻在三國志邊 沒這個人 他開始有見圓雜族 圓雜族 然後在三國演藝邊 這樣下來 各位 這個 這個 三國志 是哪 是這個 在圓雜劇裡邊 是哪個劇本呢 就是 關漢青 有個劇本 叫丹刀衛 丹刀衛演的啊 就是 在赤壁之戰 孫 這個 孫全 和劉備聯合起來 怎麼樣 和曹操 在赤壁打一戰 結果曹操八十萬大軍 被火攻啊 燒 裡面真正的大英雄是誰啊 現在大家說孔明 環世裡邊孔明的 戒凍風啊 七星劍啊 草船 草船戒劍啊 火燒 通通是假的 真正用火攻呢 屬週一 所以 各位 大江東去浪 靠近 蘇東坡 歌頌的是誰啊 那個 羽善觀金 不是 不是孔明啊 羽善觀金 只是一個古人的服裝 不是 可是現在的 西班裡邊 最近 比中國 經濟業演出的 孔明還要拿一把 這個羽毛做的扇子 帶著觀金 所以以上觀金啊 從三國演藝以後 就變成誰的服裝啊 孔明啊 以後誰都不穿 其實呢 都是慢慢演進來的 首先啊 各位要了解 這個擔刀會 是什麼意思 這個擔刀會 確實是有的 但是 古代啊 這個擔刀會的意思 和我們現在所了解的 那個 周昌抱著 青龍燕燕燕到 對不對啊 過江去奴術 奴術 奴術呢 要向哪 奴術就是 繼續 記這個什麼 記周瑜啊 以後的 東吳的統帥 他是文人統帥 去向 正守在 這個 我們現在 九江代的所謂 荊州啊 這關公 說 當年赤壁之戰 劉備沒有土地科安頓軍啊 戰勝以後 大家協調 把荊州借給你們 現在那麼久了 你要還 希望他還 請問 這個 關於會不會答應啊 當然不會答應 信編就這樣 關於怒之下 在這個什麼 三國遠的影院 盧術幾乎是 一個奸詐的小人 埋伏這個刀骨手 要暗殺誰啊 關於 關於 何等威風啊 青龍燕燕燕刀 去桌倉抱著 他就抓著 魯夫的袖爪 把他壓到江邊 自己上了床 再把他放下來 再把他放下來 所以就 奴術 沒有得逞 那裡邊 抱著青龍燕燕燕刀的 那個將軍 威武蒙蒙的 就是周昌 三國遠的影院 可是事實上 像這樣一個歷史上 發生過的 單刀會 最原始的要看哪裡? 是三國治還是三國演藝啊? 三國治是史詩的歷史 三國治的血腹和三國演藝差別就很大 各位要知道,先說什麼叫當道 古人的服飾有正式的禮服 禮服像在禮君裡面常出現的玄冠 穿黑色的,像這樣 然後呢,一般是你的官服 而且一定要配著一把刀或者一把劍 你的官服配著一把刀和一把劍 因為劍在古人啊,就是出門在外 隨身攜帶,生活上必須平 而且呢,它是儀式裡邊 配這把劍才覺得有一種威嚴啊 或者是正式示幕的感覺 所以恐怖子是配教編還是配劍啊? 配劍 古人是覺得配劍 有一個很具名的故事 那就是什麼呢? 演藝術中的故事 我記得演藝術中的故事好像很多人說過 吾國的公主 演藝術中的功夫 因為他排行老山 名叫渣 他不咒国君,就旅游在外 路过双人行的徐国 徐国的国君按照礼仪 各位要知道 古代的列国之间 接待列国的公主的访问是一定的规格 纸匹马给你用多少粮食让你在这里吃 然后送你在上道 所以他们捉鱼类国是可以 一国一国这样过去不必带你废 不必带粮食的 这是当受规格 那当然被接待会感激的 那个当地的国君 计渣对于徐国国君当然是感激的 那他发现 徐国国君对于他身上的那把佩剑很喜欢 就差一点单面向来要 可是 计渣说 我还要往前走一列口 我这把剑目前不能收你 当我回国的时候 我一定能奉献给你 有这个喜怒 结果不计渣 回国的时候 他也到 各位都知道 历史上很有名的 他也到如国去 怎么样 计渣官列 知道吗 看如国崩庭演奏的这音乐 诗经演奏的音乐 他都有评论 这个很著名的一段 他又回到了徐国的时候 徐国国君已经死了 他就跑到徐国国君的坟墓的前边 各位也要知道 古代各种季度是非常的紧密的 天族呢 坟墓一定收去 诸佛是佛树 然后呢 清代物树 鸾树 我们回来 鸾树 然后 这个 一般的老百姓 就是阳树 阳树 在坟墓的前面 所以我到这个 陕西黄明县的 黄帝林前面 那个县阳像我说 我带我们台湾全队去 业绩黄帝林 宣伟廟 他们黄明县的县阳说 我们黄明县的人口和孙伯的数一样多 九万多居 超过三千人的有三万多居 为什么啊 历朝历代 怎么打仗 兵性所不及 没有人敢打到黄明县 因为对于民族的祖先 这个情况 第二 日本人打进了山东 敢不敢对孔明 各位知道什么叫孔明吗 孔家的灵眼 你们理由像这些都要讲 孔家的灵眼是孔家 从孔子两千多年以来 孔家的灵眼都在里面 刚刚赴满了这个 这个棍树 棍树棍树 日本人都敢侵犯孔 只有哪一个人敢 文革期间宏卫兵 连孔子的墓 我们孔德草的老师的 父亲的墓 会把它挖开来 破坏 所以孔老师悲伤到 一辈子不回来 不回口 到死的那一天 他就把他回去 我做他的学生 老劝他陪他回去 看一看 你所谈的吗 所以孔贵兵 连日本人不敢特殊 但是孔帝也 还这样 因此呢 许多的 这个 国君的墓 当然就是佛术 我们古诗里边说 白羊和萧萧 有没有 那是什么样的荷木吗 一般老白是 孔婆义刚成 孔婆浙英烂的高尚领才 这是所谓的荷木吗 帝王贵子 洛阳 血洛阳的景色 这些都是 古代一直下来 而且呢 历久不摔 连这 坤 坤木的高度都有 固定 一般的 还有 山子 房子 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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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阿十 若十 谷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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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真身皇帝 为什么我们要叫什么 什么 连 撑造山 咿 什么 你們如果也到長安城郊去看行貸、看錦帝、擇天等等 你就了解這些 他就把身上的配件拿起來就掛在嘴上 虛果柏堅前面的墳上的樹上 所以徐國人很感動 就說了 寫了一首詩 各位都還會對嗎 延年記主詩,吾萬度 好,千金 巨見詩 大羽群 什麼呢? 園兵記者啊 他沒有忘記他的諾言 他的諾言 或者他原來的這個交情 他把他身上的千金之下 那個托皮路生子 毫不吝息的 把他掛在墳墓前邊的樹木 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 你看園兵記者 他身上為什麼一直要保留這個寶劍啊 因為這個是他服飾中必備的禮儀之件 也因此啊 有一次在山東 這個 有一位 北京 示範大學的教授 在談這個 孔子的行語 我問了他的一個題目 大家都可以發問 我說 孟先生啊 請問啊 孔子呢 是帶教編還是帶寶劍 孔子呢 是像無道指那樣畫著 捏把這個手捏在前面 還是在胸頭走上右下 孔子要不要戴帽子 還是戴著一個頭巾 是不是很大 造型不一樣啊 你孔子站的時候 手的姿勢是不是很重要啊 他身上配的是 教編還是 還是常見 是不是也不一樣啊 所以我問到了 他們就要我 說我的意見 然後我的大堂 大堂審司 要戴鬧子 你看古人十八歲 以上二十歲 叫做官 要舉行官禮耶 那孔子 只帶著如今永遠做什麼啊 就如今如生 那七十八三歲才死啊 你不叫他戴帽子 是可笑的 還有 這個手術啊 我們這個叫垂公 垂公就一個人沒事幹 站著說諸子 我們有個成語叫垂公兒子 有沒有 姚順是不是垂公兒子啊 意思就是說 你什麼事都不做 無為兒子的意思 所以 垂公是站的姿勢 你從考古文物裡面 挖出來 古代的陶勇 那個塑像 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站的 你卻叫孔子 兩手這樣 你站著看看 你兩手這樣 能撐多久啊 可是這樣的話 你站一個一天都可以 這就根據 就是公 一 武要 拜 這就知識 是鼓禮很重要的 我是順便講 所以你看 單刀會的意思 就是你穿著禮物 行兵主之禮儀 那樣一種相見 不要擺出你的身份 地位的 有的沒有的 有的沒有的 要復衛啊 要什麼的 所以單刀會的坦誠相見 他關公啦 青龍願樂道是在民間 慢慢把它磨出來送給他的 在三國演義在什麼 沒有青龍願樂道 他使得好像也是一個毛啊 或者一個 一些什麼而已 可是慢慢發展出來 張飛這個長毛 毛 那個 劉備呢 雙骨劍 關公著青龍願樂道 現在那個武 武術館裡面 沒有一把青龍願樂道 還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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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真無意 這都是慢慢來的 你們如果留意一下 很奇妙 在民間啊 一個英雄人 他的兵器 是他的象征 他的座子 就是他騎的馬 也一定他的象征 你們看水無傳 只要看說 有一個黑人大漢 捂著板鼓啊 什麼 那一定是誰 黑先鋒 迷魁 類似這樣 中國人開始對民間的造型 他有一個 所以這個單刀會 不是像一般水 抱不清龍願樂道 劍拔能當 他是一種賓族塔能相見 還有古代 還有古代 對一個大成 最高的禮譽叫什麼呢 你們有沒有常常讀古古書啊 哪一個太師啊 都會有這麼一句話 建於上殿 各位如果到故宮 北京的故宮 或者起碼到 像這個韓國不是也有一些王公嗎 那個王公 比起故宮啦 跟他的氣象 就差了十分遠 我在歐洲啊 那個 法國啊 英國啊 河南啊 德國啊 反正有王公的 我大概都去看過 心裡面啊 唉 咱們真是樣樣大 你們這些王公啊 比起咱們中華的故宮來啊 那真是番幫蠻蠻的地方啊 所以我們那個 古代的宮殿 是非常威勇的 你這個庭 宮廷的呢 就像故宮現在的廣大之庭啊 然後呢 太和殿 就是我們所說的金丸寶殿 從底下要上去的 單壁 一定要畫 這個 顏色一定要紅 十二階層 然後一定要旁邊有一條 叫熬魚 熬魚啊 熬魚啊 熬魚就是 魚陀容身的一種乳 如果你有一天 像烤上 第一甲第一名 就是俗稱的壯年的話 你接受皇帝藏年 你就是站在那裡熬魚的陀部 所以有個稱禮說 獨戰熬頭 懂了嗎 光天裡面 那麼 起先居的臣 文臣 武臣 是分在當壁之下 兩旁 成列戰力的 一坪 一的二坪 一的 文的武的分兩邊 所以 為什麼要稱皇帝為陛下 皇帝上 宮殿的那個台階就叫壁 會誰吧 壁 那因為我是妳的臣 我是站在那個當壁之下之臣 所以就自稱陛下 懂嗎 那 這個太子 一定在春宮 春宮就是東宮 因為五行裡面春天一定是東方 所以春宮東宮 是太子所住的 他是殿 啊 宮殿的 他是說殿 所以我們就稱殿下 那皇帝 宰相之類的辦公廳 就稱為閣 啊 一般稱閣後來又有殿 所以叫殿閣 這個 因此我們稱呼大官會員叫什麼 閣下 哦 都是這樣一系列來的 那這些大臣 如果給他最大禮遇啊 以前沒有麥克風 也沒有手機可以聯絡 所以 這些太監都要站在那個當壁之上 皇帝有主 先 那個臣子就上去了 上去 是不可以戴賤 為什麼不可以戴賤啊 因為從誰開始 京閣促秦亡 啊 哦 這很危險的啊 你戴賤上去 一把把我砍掉 所以不可以戴賤 還有我們中國 我們登堂入室 有沒有這個詞語啊 就是我們從人家的那個庭院 爬上台階 一般普通人是三階 四夫 代夫五階 諸侯才七階 最高九階 皇帝十二階 你登上去 我們說登堂 就在那個堂上相見 塗著兩塊錫子 所謂有東西西西 是兵主 兵在哪裡啊 西西 就在西邊 面向東 好 那這個 這個主人坐在哪裡啊 坐在東邊面向西 主人從他的大門 引導客人 主人走上庭院中的東邊的小路 登上台階 登上台階 上到天堂 客人就從西邊的小路 登上西邊的台階 上這個天堂 像這樣 就是兵主地位一樣高的 我們有個成語叫什麼 分庭抗爭 但是跟上堂以後 務必要脫鞋子 務必要脫鞋子 所以我們現在到人家家裡 或到什麼 脫鞋子進去 這是古禮啊 那麼如果最了不起的大場 皇帝是給他龍腿 叫劍裡上墊 懂了沒有 就表示說 你可以不偷鞋子 你可以配件 上去 所以那個身上那個劍啊 在古代是人的身上的服飾之一 不是我們現在被武俠小說 這真的是劍俠的那個 拔起來就可以 但弘子拔起劍來就失上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各位單刀廢爾 自古以來都被誤解 被誤解 所以我特別啊 各位是中文士 否則我不會講這麼多 與善觀金是什麼意思呢 與善觀金是 這個魏晉堅人最喜歡穿的 因為魏晉堅人幹什麼 青塔那 魏晉堅人 貴身也不好 所以常拿這個主 你們知道這個字嗎 你們知道這個字嗎 這是什麼做的啊 路的尾巴的腦啊 把它做了 你們知道 你要知道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們鄉鄉菜市場啊 那個蒼蠅啊 我曾經這樣 咻 抓一把 那古代的這個什麼呢 衛生條件 蒼蠅什麼 多得很 趕不完 所以手中就要一把那個 趕蒼蠅的工具 所以捏在手中呢 就慢慢的變成 我們瀟灑自在的樣子 其實是趕蒼蠅 為什麼太監都要拿那一把啊 皇帝坐在那邊 廢子坐在那邊 非常趕蒼蠅 慢慢的就變成那手中 必備的這個 道具 那所以呢 在那時候啊 魏晉堅人 最熟悉穿的就是 乙善觀金 乙善就是 拿著鵝毛做的 扇子 駝上戴著 那個觀金嘛 那裡面 那個誰啊 孔明的那個帽子 就是觀金 是 就是很 消散也不必 不是自如 日常生活 閒居時候 表現自隱自在的那樣的服裝 就叫 乙善觀金 所以乙善觀金 第一個用它 形容在 吃鼻之戰是誰啊 是 是斯東坡啊 乙善觀金 因為 嘅行 嘅行 �嘅尖 牙嚇年 的牙嚇 也不是牙大的 Ștsm 嬔就是 就是这两个柱 火烧赐地的强烈 谣成讲 强烈威威恩 就是火烧赐地 现在改成 其他例如 变成这样 而且 因为民间的传说 这个蜀汉 已经被美化了 所以呢 本来写的是桌上 小桥出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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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才雄之鹰发 这写的是桌椅 所以 以上观音说的也是桌椅 意思桌椅用兵如神 他呢 有如将之风 不是穿着硅甲 非常潇洒地 像谢安一样指挥 这个飞水之战一样 是形容这样 是形容这样 结果 以上观音后人都把他当孔明 这也就变错误了 错误了 在发表他的言论说 在发表他的言论说 你当年接荆州 我们接你那么久了 你一句话 你们到现在都不还 在证实里边 关于是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 也就是他理政还是理区啊 理区 只有在这个时候 在关于旁边有一个将军 这是正式里边的 有一个将军 这个将谁 不知道 出来说 土地的所有钱是有得者居之 不一定是你们东人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有得者 我们居之了 关公就说 叫他下去 像武士说 不要听他的 然后 这一次会议 就这样结束 所以后人就觉得 哎哟 身边这个将军 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谁 民间已经传说 有周昌这个人了 啊 就把他拉扯在一起 从圆渣去以后 就把这个人 当周昌那样的人 越学 他就越像个人了 所以我说 像周昌的人 画在我们的民间的那个 官公神像的 这个人 也是影子人 那么影子人 都是慢慢形成的 把他绘画出来 造他使 是广大的群众 如果说 如果说 对这一名学问 他的一种 开始研究 而事实上 是在我之前 的一个先驱 那是 这位学者 叫 不觉感 他有一个著名的书啊 他有一个著名的书啊 中俄古史的研究 是 疑古派 他认为 都是 可疑的 所以 姚舜语堂 文武周公啊 当然 文武周公是 没问题的 姚舜语堂 这一些啊 我们所五千年以来 被孔子儒家所称的 先上 先险 对不对啊 都有问题 比如说 大鱼 之所以 那个大鱼啊 被他考驱的结果啊 原来是一条虫 这可以数点 是一条虫 等等 这个 鱼鼓派啊 是值得移的 可是有时候啊 太信这个 烤鸡 烤鸡又转弯摸脚 对不对啊 触发连响 等等 也难民会作火肚脑 可是 我认为 他 对孟江里的研究 孟江里的研究 确实很科学的 我一旦跟各位说过 研究呢 这个资料 很重要 方法也怎么样 尤其重要 顾洁刚先生 他要研究 民间这样的一个人物 叫孟江里 他除了 从 古书里面 去找孟江里的源头 迹象 也考察 自古以来 有关孟江里的种种 迹象现手 还有 民间的这个 各地的传说 你想 中国那么大 顾洁刚先坑那时候 也不过是民初抗战以前 那个年代 要做田野调查都不容易啊 不容易 可是 他凭借着 北京大学的 这个在中国的 这个学术声望 和文化的地位 那时候 已经 有一批人 像李嘉瑞 的老师 就是 谁啊 刘富 就叫 他什么 刘半龙 刘半龙 他就做田野调查 割咬 很可怜的 他就是因为 到田野去调查 得到蒙古的怪病 数十几岁就死了 就像我们台大 原来有一位 董同和老师 董同和老师 他 以言学的调查 也深入山地 好像太累 或者得了什么病 这个 也是 年纪不大 这个趋势 一个学者 当年 文献资料5万 我按各位说过的 是文物 文物 文物这股在以前 就是 考古 从坟木挖出来的 考古文物 可是现在呢 我们呢 还要 民初以来的唱片 唱片 录音的这些 文物 乃至于 这个什么 演出的戏单 我们现在不是都有一本吗 在古人就印一张 那更不容易保存 可是有人就懂得把这些 保存下来 这些戏单保存下来 不得了 哪一天演什么戏 谁主演都在演 所以像这些 是文物啊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演出 露营是必然的 可是在以前 要露营 还要 你们就常常没露营 因为没钱 或者路对不好 现在都没问题 所以 演出 有露营的保存 于数位化以后 保存中 可是在这个古代 都没有 这个 这个 顾杰刚先生 他就在 北大歌谣周刊 之类的 因为他发行到全国各地 可以倡导俗文学的研究 他就提出了孟江的研究 希望全国各地的学者能帮助他 把你们 你所知道的资料 用油桶 油桶就是我们现在 油正义 我们中国的油正义 世界第一的 原来是世界第一的 尤其台湾的油正义 我在美国才了解说 哎呦 我们台湾的这个油正义 真是 了不得啊 很准时 很这个 服务周到 在美国 大大不一 他在那说 当然 更艰辛 所以就由各地 汇聚来的这些油桶等 收集资料 他把它汇聚下来 他沿路孟江云 当然 光收集资料就花怎么样 相当长的时间 可是 他毕竟把它做成了 他写了三万多字 每个时候 写的不一样 他三万多字 并没有把它 化成一个 一个完整的 孟江云 研究的统讯 他还没有这样 可是他开端 他把这种方法 从古史 找证据 从民间 找现在 营户的现象 这些对我的影响 很大 于是我在他的这个基础上 基础上 我恰好有个机会 就是我的老师 七万里 七万里 我给他做过灯瓶 就说 直辞天涯 七万里 会不会是谁啊 曲折的七万里 他万里捧城 所以别号叫 七万里 又叫去 捧城 他是 那个年代里边 两岸的精学大师 他是 中央研究院的 研究员 研究员 也不晓得说 当选了 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自己所长 研究员 当选 他呢 回头我一个任务 因为中央研究院 从大陆 带来了 几大乡 黄六大乡 没有打开构的东西 就是 就是刘伍链和他的学生 李家瑞等 收集 民国史 巴黎抗战前路以前的 全国各地的 俗文学资料 俗文学资料 李家瑞呢 他 把他 整理编幕 寫来一个 北平 一本书 北平 俗曲略 北平 就根据这些资料 还有呢 还有一个叫 俗曲总文 有六千多种 这个都带到台湾来 可是这元件 是谁打开呢 是赵元任的女儿 叫赵如南 他在美国哈佛大学 也讲授这个书籍 他 就来了 用美国人的钱 请这个 中央研究员 带了几个助理 整理 打开了整理 无疾而终 只是入住了一些胶卷 胶卷 入了两套 一套交给 交给哈佛大学 一套交给 这个 这个 这个文敦 这个英俄的 两行剑桥大学 把我们的交代 摆在我们 没有人能够 利用这个做什么 永久 因为很不方便 那在明国六十二年 我三十二岁 奉了七亿鹏老师的命令 你研究戏取啊 戏取啊 戏取啊 俗取啊 密切关系 你就好好整理 那时候呢 七老师也给我一笔钱 也是美国哈佛大学 给的 我那时候的薪水是 三千三百新台币 是副教授第二级 级平向的高 因为那时候博士少 所以博士一毕业 就是 建立第二级 比起现在高很多 但是 薪水三千三百 国科会补助副教授 每个月六百多 行六百 每个月六百 那 齐老师那也是 很绝省苦思 他有一点 你就比照国科会 一个月给你六百 我说那黄齿芳啊 和我们所在一起工作 几个人也要比照 他好当你比照 所以我就当主持人 我当优帅领航 从海北 搭公车 一早八点钟前 搭到那边 十点充 到南崁 你们相遇不相遇 进入书库 才翻出几本 又出几餐 哇 累了一点 再怎么弄下五点 就关门了 一天就做不了什么事 我就找七老师说 老师啊 你找我整理 你就要信任我 这些要整理啊 光我这样来去啊 旷日废时啊 整理不出东西来的 我又不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 我又不住南崗 啊 我们清理出两个研究室 把它统统运到台大中央医师 让我们可以朝一时务 慕一时务 不前觉后的医人 被骂了一塌糊涂 被批判了一塌糊涂 你要知道 当时候 有人当着我那边就骂 中央医师 没有那时候 那我就说 你们要知道这批资料 没有经过我的话 它永远是废匪堆 我在中央研究院讲 我三十几岁 就敢来他们这样干 我说你想一想 这个是 成俄击毙那么久 堆在你们 这里已经有多少年了 民国 六年开始 十几年 到现在 有多少 我就像一个外科医生 该开刀的都开刀 因为你把手装在脚上 你叫脚怎么走路啊 把脑袋变在足迹眼上 你叫他怎么思考 我就这样比喻那些资料 的乱七八糟 我现在都把他开刀 各位都可以用 你看 在吵架的时候 声音大 易助之隐 你无私 我们要从这里边去得手 我是主张要把他印出来 还被污蔑到什么程度 七老师有天啊 找我一样 听说啊 连接出版社 每个月给你四万块啊 你一样就负责把这交给他们去出版 我说 七老师啊 我薪水三千三 哇 一个月四万块 大声吗 我说 老师 我是你的学生 你的学生会干这样的事吗 咳 当然不归 我们师生就这样对话 就这样对话 我说说 我信 我只是主张 这些资料是天下公起 不是书一个人 摆在那边那么久 学者不能研究 这是不可以 有人和中年人合作不能印出来 公知天下 这些资料就活起来 我不过是死一个 这个惭愧的病人 要让他们走 结果 我第二年到哈佛大学 看到一个日本人 在那边看那个交给 他的博士文明要学什么 五更调 五更调 我说 你这样要一卷一卷 这把这资料捡完要花一两年 因为我整理出来了 已经超过 李嘉瑞他们六千 一万几千 一万 而且我分类非常清楚 为什么能这么清楚 该捡就捡啊 那资料捡七八招办定 该撕就撕开来啊 重新装订 重新给他 按照史文学我建过的列表 比如说我们最复杂的梦会割咬 割咬太多了 那割咬里边呢 呃 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有 一个一个把资料一看 这是俗语乃类 在地上 哗啦 六大法 往这个收藏类 收藏类那边丢 这个是戏曲类的帮子戏 往那边丢 是谁丢的 我丢的 另外一个 我看 哦 这个是各样类的 简电话 简电话 这样分出来一百多类的 一百多类的 这个东西出来 如果那个日本学者 他到中英研究院来 研究五根调 我们把五根调都集中在一起 还要不要一张一张这样转 就不必了 可是各位要知道 学问的开头 最开始是这样 顾杰刚先生也一样 他把各地收集来的东西 他费了多大的工夫 从这实温学里边的某些迹象 他把它追溯到历史上 他终于考察出了 孟将你的源头 是左转里边 这个我们里边都是谁 左转里边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 齐良 齐 也就是齐国的一个将军 叫齐良 齐 没有原始 他把这个源头找下 然后接着按照时代的前后秩序 按照收集的各地方的 每个地方的这个彼此的关系 哦 他统做出来了 孟将尼故事 原流的主轴 孟将尼由齐良 齐如何变成孟将尼 齐国的齐良 这个将军 如何变到 一马长城库 里边的那个太原祖 如何 这个变成 万史良 齐良变万史良 一万两万一万 喜万的梁 这统序 他把它大致建构出来 但是全盘把它整理 写成像我们课本上的 这个是我在 顾杰刚先生的基础之上 把它建构出来的 所以呢 各位回去 看孟将尼的这个故事 他是经历了这样的情况 这是我第一 等于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影子人物 近信书 不如无书 西施 梅飞 貂蝉 还有 这个 周昌 然后 我自己 在研究生的阶段 又深入的探讨了 杨贵妃 这边的历史 面貌 杨贵妃 到民间 到文人的心目中 转入民间 的这些历程 被丑化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也说了 我这里边也写得清清楚楚 你们都要看 不要看 我在科囊上也会告诉各位 学术的历程 这个在里边未必写得到的 嗯 好 你说 就拿名字来说 你说可爱不可爱啊 有一个叫华周 两个将军 一起死 可是呢 为什么 起梁的区 起梁的故事 发展成了一将 他就没有了 因为 他慢慢的 他只是被儒家 把他在左转记了一笔 哪一笔呢 他根据的主阵是个字 起梁起之梁 之梁 因为 因为啊 化周 和 启阳在对 奴国的战争的意义里边 正义 齐军 就去 哀悼 启阳的太太说了一句话 说 你不要在 荒郊野外 郊野 来 祭祷 我的帐篇 请你到我们家 我们家有加密 齐军果然就这么做 所以 走转的 这个史家 就说 齐阳期 他支梁 对这个事情 他可以按照 离法制度去做 好 齐国 在那个不久 到春秋 到藏国里边 这边 就流行了一种什么呢 很有趣 流行了一种歌唱 叫枯调 不知道什么 缘故流行歌 枯调 这个枯调 连泥沫里 连水啊 连沫长青都喜欢 有一种枯调 有一种枯调 而我们现在 所说的 音音苗绕 三月不绝 就是 寒恶情侵 这些古代的 歌唱艺术家 都是当时 诗 这些古代的 寒恶情侵 也认诗 寒恶情侵 也认诗 在我们 讲什么 然后 五四十九首 誰能以為主取了 誰能夠寫出這樣的取調呢 無難取良期啊 這應該是取良期啊 因為取良期 取良暫時了 他太太哭起來一定是比誰都背了 所以 東漢末年取良期就是最擅長唱哭掉的一個人 但是他的名字還是叫取良期 那既然要背 怎麼才能叫人背啊 一哭 就可以山崩地裂 天地多 感應 而取良 這裡有個良 這裡有個取義 還有 各位也知道 有關這個什麼啊 齊環宮 和這個什麼啊 齊環宮 恢復齊國的時候 要奔逃到局對不對啊 局 局 中民呢 要把國家揮護 所以呢 在文獻裡面 起良期不忘 把這個 這個 城 城 城的城啊 抠倒了 然後到了三國時代 曹子健 說把梁山不跟了 那 各位 我們中國歷史上 有一種 無限悲涼的地方 那就是長城之城 黃 兄 戰死的人很多 這個叫邊塞的悲涼 邊塞之苦 所以來描述邊塞的這個情況 好 恰好 在 東漢夢裡 三國時代 那 流傳了一個 曲子 叫做 印馬長城窟 你們都讀過吧 印馬長城窟 什麼叫印馬長城窟呢 因為各位 到古代的城牆 尤其是 都城或者是 這個 這個 地方上的城 的前邊 一定有一條什麼河啊 如果在北京 在都城叫什麼河啊 就玉河 玉郭 如果在一邊 一般的縣城啊 虎城啊 就是虎城河 那麼長城的旁邊 也有這一種 這一種 這個河 那到冬天 河都乾了 可是呢 河裡邊還有 積水的地方 就長城窟 長城的那個 那個河 路程河裡邊的 凹進去的地方 那你牽著馬 再這樣 那淒涼 漆涼 冰水的 舍夜裡邊 你還要牽著馬 去 喝水 也就是你 常年都是 邊塞之苦 所以我們 歷史上 尤其唐代 許多的詩 就是邊塞詩 對不對 都寫這個長城的碑 我們一馬長城窟裡邊 他照射出了 三個文物 一個就是 從太原被 被這個派到 長城旁邊的一個兵士 他在這個什麼呢 官吏的 碎鋪之下 在那邊 築長城 還有就是 這個太原兵士的太太 在龜中的少父 這首詩各位都讀過 這三個人寫出了 千古以來 我們的長城的邊塞之苦 那麼長城 雖然在戰吾時代 每一個國家都有長城 是哪一個人 把他連接起來 發了很大豐富的 秦始皇 派的是誰啊 把那個將軍啊 太子 那時候太子是誰啊 胡蘇 跟胡蘇一起築長城的 後來被 那個什麼趙高 把他殺了 蛤 對 什麼田啊 蒙田 烈士蒙田呢 就是把長城圓圈圈圈 所以呢 齊陽七啊 就由春秋時代 一轉化 變成什麼時代的人 變成秦始皇時代的人啊 因為他一抠 要是長城倒 把長城哭討 把長城哭討 才是驚天動地啊 才是驚天動地啊 才非常的這個什麼啊 文學大道的這個極章 那齊陽七 既然 從春秋時代 在民間都轉成什麼啊 秦始皇時代的人 這故事當然就大為轉變 這故事當然就大為轉變 譬如說 他的名字 是怎麼來的啊 我們所說民間文學就出來 因為詩經裡邊 有一個美女 美孟江 孟江騎我 什麼 孟江是江家的大小姐啊 很漂亮啊 長得怎麼樣啊 手如什麼啊 孟江和我在哪裡約會啊 所以孟江就變成什麼樣 一個美女的五號 那麼齊陽七當然是你的 所以就叫他孟江女 可是民間覺得 這個孟和江啊 都是姓啊 真的很奇怪嘛 一個人不姓兩個姓啊 好 不知道是日本的 還是我們中國穿過去 你們知道 日本有陶太郎故事 可是在中國不是陶太郎 陶太郎是一個桃子 留在 我們是 要葫蘆也可以 要西瓜 南瓜都可以 總而言之 是孟太婆 有沒有 江泰 孟太公 種了一顆 大葫蘆 或者一顆大南瓜 藤蔓長到 江泰婆的泥巴那邊 結果這個果子 長出來在誰那邊啊 在江泰婆那邊 雖然種的是 孟太公 好 長大了 孟太婆 哎呦 這個老頭種的 哎呀 我把它把它割了 就彈心起來 恰好一眼背雪看到 孟太公看到 哎呀我種的 你有沒有 吵起來 你種的長在我地上 沒有種 你哪有那個 吵了半天 各位知道 中國古代歷史 包括到 近代都一樣 公得被啊 一定是誰啊 那個里長 就是等現在的 村長里長 就說 好啦 你們不要吵啦 一個瓜那麼大 就把它剖成一棒啊 各分一半好了 結果剖起來怎麼樣 一個女娃娃 孟太公 哎呦我沒有阿女啊 那江泰婆說 我沒有阿女啊 又搶 那這個人 不能把它剖開啊 好不好好不好 你們兩家併一家嘛 就叫孟江泥 那你看民間 對於孟江泥 來源就是 這樣來 另聘傳說 那這個 啟陽期呢 啟陽 啟陽 為什麼叫 那是萬喜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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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 全國各地 找來的資料裡面 把這個啟陽的名字 在民間的那個 不同寫法 我一看一系列 我就把它編出來 我編給各位看 啊 所以這個是我和 陸傑康先生 合作出來的 各位曉得這兩個字 哪一個字 一般人不認識他 啟能一天的這個啟 老百姓不太認識 哪有人姓這個 這個一定是陷害的錯 那有些人就把它寫成 煥浪和煥 那有些人說 煥浪和煥一定是少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食物學 怎麼樣 因還是行啊 行進的隔變 你看 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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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等應 等應可以 等應轉生 下 spar 蹄 煥 蛳 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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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то 煥 火 煥 那也有万喜羊 名字里面有 那这个旗啊 汉这个什么呢 喜很接近啊 所以就有万喜羊 万喜羊 你看 这样的这个 学法都有 最后定一尊 是哪三个字大家都认识啊 万喜羊 所以万喜羊 名字就是这样 转变过来 你看 从这个故事里面 所以 所以他故事发展的主着啊 就是我们 民主意识里面 有很隆重的 边塞的悲戏 边塞的声明的痛苦 这个 延伸出来 和他 庚园 已经 十万八千里 庚园只是个战役 边的一个将军 那么因为他 起狗流行 哭调的 背 所以 起狼期变成唱 哭调的 民间的一个代表 那么要背 就要背的 哭的 什么城啊 山都会崩 终于把 长城的边塞的 背 口 寄头在谁身上啊 起狼期 那长城 只好把它转到秦代 好到民间 起狼呢 既然是秦始皇 就把秦始皇的 拉进来了 齐阳和这个孟江 你怎么样见面 厚花园里边 把那个民间的习俗 我曾经在 这个 云南的 西双版那 那个地方住的就是 就是 和泰国的边界 住的就是 歹族 各位知道 歹族事实上 这是什么人啊 他已经告知你 泰国的 歹族 那么歹族有个习俗 就是 在每一年的 那个什么呢 播水节 好 女生 都要到附近的 河里边 脱光衣服 洗衣的 所以民间到后来 孟江女 和 这个万喜阳 是万喜阳 逃兵 从残能逃 躲到了 孟江女家的 霍花园里边 然后呢知道有人 爬上树 躲在树上 我们孟江女呢 就脱光衣服 在自己的 花园里边的 池塘洗澡 被万喜阳 看得清清楚楚 而这个什么呢 孟江女在洗澡 哎呦 怎么水中有个人影啊 一抬头看 啊 我的孟江女的 这个 规矩 就是从这里编辑的 但是 我没有 我只是叫她 后花园相会 我只是叫她 孟江女 是孟子的后代 哦 那么 万喜阳呢 是孟子的学生 万章的后代 两家是有 通家自豪 哦 那万章的这个 儿子 孟子的后代 跑到了孟子的后代 所以呢 收留她 又把女儿嫁给她 没有叫她们说 脱光衣服等见面 这个就没有 你看我编的又是一套 各位 这就是 民主故事呢 哈 一个很小的根源 但是 在民间 经历了长远历史 吸收了各 时代不同的风水 啊 不同的这个文化的指数 譬如说 我们古代有送寒衣 在元代的有一说很有名 一句军衣军不凡 啊 不记军衣军又寒 记衣不记奸 却称千万难 所以就有一 一定有一 一则细就是 孟江里送寒衣 那孟江里呢 现在如果是在湖南 湖南出什么 出香秀 孟江里的所谓一定是香秀 所以他竹了很多香秀 就去敬献给秦始皇 让他放他的这个帐 秦始皇 哇 这么漂亮 怎么能得啊 所以孟江里就和秦始皇 有关系 我那个孟江里的故 也把这一个 让秦始皇一见惊严 孟江里要求的条件 秦始皇通呆 叫他为 这个 这个万喜阳已经死了 在这个坟堆里边 白骨坟堆 就把中国人的洗水 滴血 让你呼吸 咬破手之后 哇 白骨一散 里边谁可以吸进的那个白骨 就是他长的 好 剪出来 秦始皇 就要和 把孟江里收入后宫 孟江里就说 三个条件 中国人都三个条件 第一 好好 给我 祭奠我的帐户 为他盖廟 当然 这时候的秦始皇通通呆 第二 第二 让我呢 酷祭 我的 这个帐 然后再嫁给你 那么到了第二 台库 当然就 长城崩裂了 他就 投入长城 二十万 所以 孟江里就把中国人 对父女的真 列的这个什么 往他伸向一堆 越滚越大 多离不开我们所说的 民主意识形态 民主思想 情感 理念 这些综合体 每一个研究出来 都离不开这里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